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讲电子游戏 那开始之前呢我想就分享一个故事 那前最近呢前几个月 我看到有一位母亲就带着她的儿子去一个午餐的聚会 那她一坐下来 她就给她儿子一个平板电脑 那这个差不多两个小时的午餐 她的儿子这个小男孩就很安静的坐在那 她话也不怎么说 东西也不怎么吃 就一直在这个tablet这个平板电脑就滑来滑去 那最后我坐到她旁边就问她 你在玩什么 那她马上很乐意的给我看 她玩了一个很简单的游戏 是一个赛车的游戏 然后她是一直的重复的玩同一个游戏 我就问她你不玩其他的吗 她就说不玩 不怎么玩其他 因为她每一次玩这个游戏她都是第一 那后来她也很高兴的 是一直要看 要我看她玩这个游戏 还有也给我看她其他的一些电子游戏 还想我就是加入跟她一起 她不单只就是很投入 还很兴奋的分享 她这个世界上最好玩的东西叫做电子游戏 那来到2021年 电子游戏是就是到处都有 无论你是在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你用苹果手机 或者是华为也好 那做家长的 一般家长她对自己孩子最大的抱怨就是 你打太多的游戏 从电脑到电视再到手机 我们也看得出就是青少年看屏幕的时间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不仅如此 电子游戏可以在不同的设备上面玩 那今天我们就想就是对这个话题 就是提供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观点 就是从各方面来看 是否我们马上就否决电子游戏是一个坏东西 好像是毒品 还是我们能够比较完整的去看待电子游戏 对人特别是青少年的不同的一个 不同的一些影响 那我就简略的说说电油的历史发展 那电子游戏原根呢 它是40年开始就有研究了 所以这是80年前 那就是到50到60年代不同的电脑科学家 因为随着就是科技的发展 他们也想尝试说怎么去用这个电脑片程 可以把电视拿来做视频游戏 那发展到70年代 就出现了投币式电子游戏 那这也是他们叫做电子接机游戏的黄金时代 就是你看到的上面的这一个照片这里 然后呢除了接机机器呢 电脑游戏和电子游戏也发展到不同的平台 例如可以用家用电脑来玩游戏 好到80年代呢 市场就慢慢转向就是在家里玩游戏机 那大家可能都听过Nintendo 就是任天堂 就是这里第二个 或者是Segagenesis是世家 那是就是80年代很火热的一个游戏 就是你那时候可以买一个主机的系统 买一个游戏 然后在家可以玩 到了90年代就开启了第一人称射击游戏时代 然后在线的游戏也开始诞生 然后继续就在2000年后一直爆发 那现在我们进入可能很多家长的孩子的这个年代 大多数呢 就是2000年后的 所以呢我们留意一下 他们是已经在什么这样科技的环境里成长 那电子游戏因为互联网 这internet越来越广泛 所以呢也越来越多人可以玩电邮 特别是2000年后 那游戏厂商当然就随着这个网络的增长 去制造游戏可以多平台使用 你就可以用电脑啦 或者继续用这个游戏的系统玩 甚至可以现在盔带就是手掌上玩游戏 那仅仅10年前呢 随着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成为就是越来越受欢迎的游戏平台 那这几年呢 手机就成为很主要的玩游戏的平台 不单只是青少年成年年也是 那现在也开始就是这个虚拟现实技术的领域也有新的发展 那以前打游戏 就是80年代或者90年代 你可能就是要你可以有几个好朋友来你家一起打 如果你的游戏机有四个控制器 你就可以跟三个其他人一起实体的一起玩游戏 当游戏一旦可以上网的时候 通过自己的手机啦 电脑啦 还有游戏机呢 你认识的人 你的朋友根本就不需要来你家 就是可以大家约好一个时间 他在他的家玩 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家人 你在你家就可以一起打同样的游戏 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2000年后的电子游戏的主要特点 就是刚才讲兴起的这个网络游戏 那最流行的是这个英文的简称 因为它很长 英文的简称是MMORPG 中文的意思是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 这很长的 那这个游戏呢 这种类型呢 是允许全球数百万的玩家在同一个平台 与其他的玩家进行游戏啦 互动啦 还有竞争 那这种游戏还包括你可以跟大家一起 其他人一起聊天的功能 允许就是玩家和他们在游戏中遇到的一些其他人一起互动和交流 那这样子呢 就是突然把你的游戏的圈子就扩张到陌生人 你可以还就是跨过一个半地球 去跟比如说一个人如果在首尔啊 或者一个巴黎的玩家 你就可以一起玩 有互动 也可以聊天 那随着就是这种游戏的旺盛的发展呢 那游戏社区也随之发展起来 那以前呢 就是你有业余的杂志专门针对电游写 那那这些杂志就是提供了一个创造了一种社区感呢 就是很多爱玩游戏的人就会觉得我有有一个参与和别人一起参与的一个渠道 那因为越来越多人打游戏是在线呢 就自然就发展了在线的游戏社区 那通过在线的论坛呢 博客一些游戏的实况 大家有同样的爱好就可以就是在同样的平台可以互相的切磋 然后也有进一步的讨论 那我们也想知道其实到底有什么人还有多少人玩电子游戏 那可能感觉上就是大多数都是儿童 可能是年轻一点就是18岁以下 那确实就是也看到这里差不多四分之一是这个年龄18岁以下的人会玩游戏 那其实最大怕呢还是年轻人到成年人 就18到34岁这里 那相信当然可能以后也是18岁以下这个组呢会越来越多 然后据估计美国呢就有超过2亿的电子游戏玩家 那其中5110万是18岁的青少年和儿童 那大多数人是什么时候玩游戏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超过百分就是超过50%呢 是就是也是等下班啦或者下课玩 有30%呢是在等待预约的时候 那可能你去看医生你也会发现在等候时大家都是低着头的 所以很多的可能30%都是在玩游戏 然后再下来就是有26%是就是可能也是在上班或者是上课的地点去玩 但是也是在课间休息或者工作休息打游戏 然后最后也是就是16%是当他们在坐车的时候啊 或者搭地铁的时候可以趁那个时间玩 那到底电子游戏为什么对那么多人都很吸引 那他有什么就是吸引处 那首先就是电子游戏是一个非常好玩很有乐趣的一个活动 然后呢我们看看一些数据的话 手机的游戏APP或者是他的应用 就今年8月份啊苹果的APP店就提供了超过100万的游戏应用 那如果你用的是安卓的手机呢 他呢的今年的第一季度他说他有超过47万的手机游戏应用可以用 那所以你如果无论你想要玩哪一类的游戏都肯定找到一个你觉得好玩的 那另外一个吸引处就是除了游戏的科技和设计的图像 就是他越来越好看越来越逼真 有很多游戏呢当你玩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你已经离开现在的世界 好像完全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你很投入就会令人觉得很新鲜就更更有趣 那在电子游戏世界里玩家几乎可以 就是完完全全的操控和控制另外这个电子游戏里面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平时要定时去上班上学 但是你在游戏里你可以自己安排时间 你可以完全操纵你想要做什么 你什么时候想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那大多数游戏你都可以就是停然后再回来玩 但是现实生活就不是这样了 就是你平时还是有你要做的事情 甚至可能如果你你不煮饭不洗碗 你家里人可能就活不下去 那接下来呢 另外一个吸引处就是电子游戏并不需要 这个玩家要达到某一个学位啦 或者你要懂得某一些公式或者原理 很多游戏就是让你可以在玩的时候 通常你就很容易至少一开始就是达到你要实现的目标 就马上有一种马上的满足和成就感 那其实如果我们单单就看这些因素 没有觉得说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 而且就是电子游戏在某种程度 确实就是展现我们人类的一些创意和思维 科技的发展 甚至呢能帮助就是玩的人可以锻炼一些技能 那有一些技能可能很多家长有时觉得 这些就是电子游戏用到的技能在现实生活里 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 不过我就想分享有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上两个月呢 美国联邦航空局 他们就是发布了一个聘请活动 因为其实就是美国很多人 现在这一代很多人就退休嘛 那所以他们需要聘请很多人 那其中他们想聘请的目标是雇佣18到30岁的游戏玩家 作为下一代的空中交通管制员 或者是空中交通指挥员 就是大家如果去机场就看到有个塔 就是在那边指挥飞机起飞和降落 他们就是想针对游戏玩家来做这个工作 那为什么觉得游戏玩家适合呢 那当在采访中他们就表示游戏里的专注力和空间意识和一个协调等不同的游戏技巧呢 他们觉得在这种很高风险的职业呢 是可以很好的转化 那所以有些游戏技能确实在现实生活中 至少对航空局呢觉得是很有用的 每个人打游戏呢也有不同的原因和动机 那大多数人呢刚才也有讲到 就是最明显就是这个活动是让我觉得完全不辛苦 我感到很愤快和兴奋的活动 所以这是我的动机来打游戏 就是然后呢游戏会 因为他的画面让我很觉得很有刺激 那很多玩家有这个沉浸的体验 就认为整个游戏让你觉得你来到一个很真实的世界里面 有一个研究曾经就是有做过调查 问了三个地方美国香港和台湾打游戏的玩家 他们的动机有什么 那可以总结四个方面 第一就是了解是这个游戏里面世界的故事和传说 那沉浸的体验就是说你可以探索这个世界 然后呢你可以去发现里面一些买藏的东西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游戏 可以为自己的游戏的角色和创造背景 故事和历史 电子游戏可以刺激到我们就是所有的感官 因为玩游戏很刺激 那当我玩游戏的时候呢 我能够尝试或者体验新的游戏选项 这个例如就是这个游戏里面的职业啦 一个角色啦 这些都是我能够尝试 但是现实生活里面就不一定有这个机会 然后游戏里面我我沉浸在可以在一个团队里面 一起比赛 然后也可以尝试不同的装备 那之前我们也讲到就是电游的设计让我们能有操控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动机 特别是对于青少年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打游戏的目标和目的是很清楚的 如果好像有一个高中生 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要读什么大学 或者是读什么系 但是打游戏呢 就是提供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目标 所以这个是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动机 好像就是一个目标就是你要去打坏人 你要去夺得一个奖励 游戏就给予目的和意义 很多时候学生也好啊 上班族也好 就是每天如果要做的事情 不一定有很大很大的意思 但在这个打游戏的过程中呢 你也有这个成就感 因为你赢了一局的游戏 或者你一步一步的升级 这个就提供了很大的动机 让你去打 你也渴望就是在游戏里面 跟别人竞争 当你打败一个首领啊 或者是对手的时候呢 你就是赢瞎 那这就是提供了成就和满足感 然后是可以立即可以感受到的 那就算你输了 你死了在这个游戏里面 在这一局 很多时候呢 你都有很多机会 或者还有几条生命 可以你可以再试着赢 但是在生活中呢 就不可能对不对 就是你好像 如果一个高中生 考灵弹 老师就不会说你可以重考 那所以这个是 也是就是说游戏机 可以提供一个很大的原因 你可以不单止 马上有满足感 而且就是有不同的机会 接下来的这个动机 逃避应对呢 这个可以说是负面的 打游戏可以让这个玩家 暂时就是逃避 真实世界里的问题 或者是难题 甚至是就是 当一个人不开心 他就去打游戏 那刚才提到 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呢 可以暂时让你 就是忘记了现实生活的问题 然后在游戏里面 我可以有操控 就算有失败 我可以重来 在考试失败就是没有重来 游戏里面的人物 他不会给你添麻烦 他不会给你吵架 那在现实生活 可能会遇到 就是经常身边的人 无论是学校也好啊 或者是家里 就是都会遇到一些矛盾 有冲突 那所以这个的负面的动机呢 就需要注意一下 其中呢 有可能就是透露出一个 另外一个潜在的问题 例如孩子可能不开心 或者在成长的环境里 遇到一些问题 他就用打击这个方式来应对 因为这个游戏就是成为 他的避风港了 那最后就是游戏提供玩家一个社交的机会 特别是我们就是2000后的青少年 那之前就是 讲到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可以透过游戏在线上一起玩了 可以聊天甚至是认识新的朋友 那有些游戏呢 你还可以就是组团队 你可以参加一个联盟 那这样子玩家就会觉得他们有 就是属于一个群组了 有一个归属感 跟很多像他一样的人归属于相同目标的社群 那游戏就是电流核实成为问题 那大家也可能知道我们陪的中心就是有一个社区教育项 就是预防问题赌博或者是赌博成瘾了 那赌博 下注 完全就是这可以是一个消遣的活动 但是成瘾呢就是一个问题 那电子游戏的话 它是一种娱乐可以放松的活动 但也可能就是在某些人的身上出现问题 大人也好 就成年人也好啊 青少年也好 这都可能会失控的 就是大家都可能会失控的进行游戏 那大概两年前 世界卫生组织 就把游戏障碍或者叫做游戏成瘾 就列入了他们的全球疾病分类手册 叫做简称是这个ICD11 那根据国际疾病分类 它对于游戏成瘾的定义呢 就指的是因为你过度沉迷于网络游戏 逐渐减弱对于自身行为的控制力 并且严重的就是影响正常的生活 那主要它主要有三个症状 那如果这个人要做出诊断的话呢 他必须就是持续这个行为 至少要12个月 那第一呢就是玩家对游戏的控制力减弱 第二就是以至于这个游戏 优先于其他兴趣和日常的生活 第三就是即使出现负面后果 游戏也会继续的玩下去 或者甚至就更厉害 那长久下来除了逐渐脱离 就是如果有成瘾的这个症状呢 长久下来呢 他又可能逐渐就脱离原本生活的 生活的轨道 他更可能有其他的情绪的问题 持续情绪的障碍 因为他可能只想在游戏中得到满足感 与成就感 甚至可以说是与世隔绝 不想参与真实世界的任何事物活动 那我想提醒就是说 这些都是很极端的暗列 其实可能我们也听到说 有些人不吃不喝啊 打游戏 但是呢 就是根据心理专家就说 那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人 数百万的人游戏 就算怎么激烈的打呢 其实也不会被诊断为有游戏的这个障碍 所以他是说 世卫就是说发病率还是非常低 而且就是如果真的要诊断呢 还是需要就是专业的培训 来做临床的诊断 那在美国呢 这个还没成立游戏的这个成癮 那在美国的话 他们是根据自己的一个诊断手册 是DSM第五册 去诊断心理障碍 那虽然没有成立呢 但是已经开始有很多专家对游戏成癮 就做了一些描述 就提出了这九样 在右边这里的九样的诊断 的标准 那左边呢 是赌博成癮的标准 这已经是成立了 那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 他们有很有七样 大概是六到七样的症状呢 都非常的相似 那这个手册里面呢 包括有物质相关的成癮障碍 如酒精啦 烟草啦 和兴奋剂 大麻和鸦片的药物 那问题赌博赌博成癮 是DSM中 唯一确定行为的成癮 那如果在线游戏 它成立之后呢 它就会成为 第二个行为成癮的心理健康障碍 虽然临场诊断 就是专业人士才能做的 但是我们可以了解 游戏成癮的行程呢 不是一夜或者是 不是一夜之间发生 或者是没有 完全没有 警性的 警性好的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 就是 慢慢的看到孩子的这个行为 那当然如果他一天半天 就是玩很多小时游戏 不等于就是他 已经有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 就是有多一点的观察 可以特别是注意它的变化 那大多数人呢 他玩游戏是娱乐性质 有一部分的人 他可能真的是休闲的时候玩玩 休闲的时候玩 他还是有 其他的娱乐活动 他不只是打游戏 然后呢 他也是 有控制力的 他会停 如果需要停的话 那再下去呢 可以发展说到 是定时的玩 玩游电游 电子游戏 它是一个很固定的娱乐活动 他能够 还是有控制 不过就是偶尔或者会 就是过戒了 那虽然这会增加 形成问题的危险 但是就是不等于就是说 他已经是成瘾 那要观察的地方就是说 如果他没有的打 他会不会影响他的情绪 是不是持久的影响他的情绪 在发展下去呢 有问题的呢 就是说 到有问题的时候 这个人就已经 很难控制他的电子游戏的 这个活动 然后也刚才讲到的 那些症状会出现 那最有说服力的迹象呢 就是这个游戏 他的这个行为 已经影响他 个人的生活 他家庭的关系 学生可能影响学业 然后以你可能看得到 他的行为啊 个性和情绪上呢 就是有比较大的改变了 那最后 就是成瘾的话呢 应该这也是比较极端 就是真的 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去咨询 那其实如果成瘾的话 可能更严重的是 他一些潜在的情况 例如他是不是有抑郁 或者是不是有受到创伤 等到的 就是导致他走到这一步 那不过我也要 就是提醒 大家就是 这不是很黑白分明的 一个类别 就是 这个人不属于说 在这个类别和阶段而已 那主要还是要观察 行为上的改变 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 好像玩游戏多了 会不会是因为他最近 就是压力增加了 或者有发生什么事情 令他就是可能通过游戏 来逃避 那刚才我们讨论就是 人在线 人玩在线游戏和的一些动机 加上一些积极的方面 例如就是有社交的这个方面 那我们需要了解的 另一个方面是 这个家长是否知道 他们孩子玩游戏 就是他们游戏的里面的成分 那在线电游当中 就是说含有什么成分 就是家长需要注意的 特别是我们想关注的 就是像类似赌博的一些概念 或者操作 因为这些是可能比较常见的一些 设计或者内容 那就简单的举例 那为了吸引就是大众去玩 那大多数游戏呢 它都是免费的 Free to play 它是免费一开始 就是不需要你去付钱去玩 那但是游戏公司是很赚钱的 他也知道他怎么去赚 那他就结合in-app purchase 就是应用内购买 在这个游戏里面 就鼓励你呢 在游戏进程中呢 可以购买一些东西 而且是可能不断的购买 那当你开始玩的时候 你会觉得哇 这个游戏好棒啊 是免费的啊 也很容易 那我还可以就是跟别人互动 那过了一段时间呢 你可能在游戏里面呢 当你很投入的时候 你就发现很难的去前进 或者是升级 那所以这就有点灰心 或者你觉得我不想花那么多时间 去一直试一直试 那结合内购买呢 就是如果你只要投入 99分钱 他也不会说很多 这个 就是用课金 刚才这个视频也有讲到 用课金呢 就会帮助你提供更快的升级的方法 那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呢 尤其是就是特别喜欢竞争的人呢 他花着一点点钱 能获得一个优势呢 就觉得是很吸引的 那这个呢 也是叫做叫做微交易了 就是你 花钱 真实的钱 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去买这个东西 或者是获得一些帮助你升级的东西 那熟悉玩电邮的人呢 也也了解look boxes 这个站立品箱 那站立品箱是 就是上面这里 这个四个箱子 站立品箱呢 就是电子游戏中虚拟物品 那它包含很随机的物件 那就是可以用课金 用现实的钱来支付 好像这里 你可以赢得50个 是59块9毛5 你可以50个这个站立箱 那这个站立箱呢 是有赌博的特征 因为这个随机的因素在 你买的时候 其实你不知道里面 你确实得到什么 然后呢 奖品呢 是虚拟的 这个不是你可以拿到现实生活 可以用的 但是你觉得有价值 所以呢 当你很想要 的时候你可能有点 就是说你可能就会去买 那因为这是带有风险的 等于是去下注 那很多人就认为这是有赌博的因素在 因为你下注去买这个箱子 希望能够获得很有价值的奖赏 很多人认为就是 违交易 就是包含了 风险 代价 奖赏 那他呢 就是 很像 赌博了 那一个很常见的物件 可能 也有些家长也要注意到的 就是 游戏里的叫做皮肤 就是下面这里的皮肤 那这个皮肤呢 是游戏里面你可以也是通过课金得到的 它只是一个服装或者是道具 它可以改变电子游戏中的一个角色的外观 那 有时候呢 你会 游戏很稀有 所以呢 你很想要 那很多玩家也是说喜欢收藏 甚至就是这个皮肤 游戏里的皮肤是可以在游戏外面 以外去做买卖的 家长可能问 那我怎么才能知道这里游戏里面的内容 是否就是合适 适合某一个年龄的孩子 那无论你是去店里面买游戏 回来或者是 你手机下载的游戏呢 都有一个评级提供给你看 一个介绍告诉你 那里面就是游戏有包含了什么内容 然后是合适什么年龄的 那比较这个官方的术语呢 就是娱乐软件 娱乐软件定级的委员会 所以呢 如果你的孩子想要某一款的游戏 那最好的第一步就是了解指定的年龄和内容的评级 那这里就是大概有六个 那他这个游戏介绍呢 也会告诉你游戏里面有没有内购买 有没有随机的因素 用户之间是不是可以有互相的交流的能力 会不会就是提供购买的数据啊 商品或者是服务 还有不同 还有其他的 那所以这些就可以帮助你了解 如果你的孩子玩这个游戏 可能会碰到的一些情况 那我举个例子 这个teen的这一个 如果你看到这个的话呢 它的意思就是 内容一般就合适13岁以上的这个年龄 那他内容呢 包括了 有可能包含了暴力 有暗示性主题 有粗俗的幽默 极少的流血 他就会就是要讲说 你会不会看到一些血腥的画面 那时候如果是teen的话呢 就是比较少 然后有没有模拟赌博 就是刚才我讲到的一些随机的因素啊 还有这个teen的话呢 就是很少使用粗暴的语言 那最终我们的问题是 应该怎么去应付玩电子游戏的青少年 就算现在你或者孩子还没有怎么接触 或者还是就是在娱乐性的玩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好预防的工作 那有些第一呢 就是有些家长的态度就是 我以前那一代没有电子游戏 所以就觉得是 这是不是很需要的 那其实这种态度呢 就也表示了一种偏见 就好像说 而电子游戏肯定不是好东西 那所以呢 就是我们不要把孩子现代的生活呢 就跟以前 我们那一代相比 那刚才我讲了一个电邮的发展 那就是如果你是六十七十八十年代成长的人 你你的生活是没有 那时候是没有网络 或者是电邮 而且生活还没有那么的数字化 但是现在的孩子呢 他一出生 就是就马上有个手机就是捅到他面前去照相 那然后他生活就是被屏幕包围着嘛 某个程度 就是我们要接受他现在的世界呢 就并不是我们以前那样子 当然不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很电子化很数字化 那我们就完全跟着这个主流 不过我们也不可以不让孩子有自己的这个选择 那第二就是走进他们的游戏世界 你知不知道他们玩游戏 他们玩什么 这游戏叫什么名字 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玩 他这个目标是什么 游戏当中 有没有认识新朋友啊 或者是他他跟什么同学朋友啊 有没有碰到过内购买的项目 你知就是要去了解他们会不会碰到赌博啊 或者一些色情的内容 那去多点问这些问题呢 孩子呢还是愿意跟你分享的 甚至你也可以选择一些游戏是 可以就是家长跟他一起玩的 就是你不用玩他现在玩的游戏 但是你可以选择有新的游戏是适合你们一家人玩 那最后就是孩子们呢 当然他们有时候因为很喜欢这个游戏呢 就会很自然的一玩就玩几个小时 所以他们还是需要有人去帮助他去学会控制 知道什么去暂停 那所以呢 就是一起商定一些界限 不要只是说告诉他们一些规定 就一起去商定 让他们和你一起决定 有一定的时间去打游戏 例如每天你觉得应该打多长的时间 在哪里可以玩 就是可能你不想他 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玩 然后吃饭的时间可能也不适合打游戏 另外一个可以商定的就是碰到内购买 他们可不可以买 或者他们是一定要征求过你的意见 允许才可以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一起聊过的 那除了游戏 建议他们喜欢的其他的一些活动 就是如果他们本来就有喜欢的爱好 鼓励他们是继续的去参与 有时候就是和他们一起离开 看屏幕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出去一起出去 就是大自然里面啊 出去外面 离开这个游戏 但是就是也培养他们有其他的一个一些活动 然后有一个要注意到就是 有时候家长就是说你不要玩手机啊 你不要玩电脑和游戏啊 但是呢自己就会继续的去玩 那所以就是这样的效果就没那么好 就是孩子看到你叫我不玩 但是你自己还是继续的投入在你的手机里面 那所以这些都是说可以一起做的 那所以我们也要想就是青少年呢 他呢还在成长 那主要我讲的是说他的脑还是没有成熟 那不是只说他不够聪明啊这方面 只是说他他的脑需要去成熟 就是需要更好的判断力 那这是要时间的去培养 就是成年人呢 他比较已经开始去用不同 又比较负责任性的去思考一些问题或者一些情况 那青少年呢还是因为青春期加上荷尔蒙 就是对脑的影响 那他们的判断力呢就比较是 主要是说想要渴望新的体验啊 需要寻求刺激啊 那所以那比较有家长们呢 就是需要一些时间来 一让他们有这个时间去成长 去成熟他的让他的脑成熟 然后还帮助他们去做一些选择 不是帮他们选择 但是帮助他们去就是判断每个行为 那在最后我想分享就是在韩国十年前 他们呢就有一个叫做灰姑娘法 就是禁止儿童在半夜的12点到早上的6点之间玩游戏 这是全国的一个禁令 所以任何16岁以下的孩子呢 他们都不可以在这个时间玩 他们主要就是说想让他们能够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啊 然后保障他们这个健康的安全 那这是十年前在2011年下的 那今年呢韩国就就取消了这个法令 因为其中就是觉得就是国家政府了 就觉得这个还是应该交给父母和个人来决定 而不是说一个国家出这个规范 而且呢也发现这十年当中好像也没有达到他们自己 就是他们想达到的这个目的 就是保护儿童啊或者让他们有有控制 那所以最后也是觉得说让儿童也有自觉权 这个可能是更有效的 那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就是作为一个参考 就是有一个全国性的规定 不一定能达到就是你想要的目标 还是一起跟孩子去商量 去一起去做 特别是关于电子游戏的决定 最后我想分享就是四个这个网站是专门 这个资源是专门给父母 就是了解多一点在这方面的关于上线游戏 电子游戏的这个主题 然后这四个网站呢都是有就是特别为父母来设设的 就是里面有tips有不同的贴士啊 然后也是也其中有提到我就是我刚才讲的提到的 也是在包括在这个里面 那如果需要就是更多的资源或者更大的信息呢 你也可以来找我在陪德中心 好谢谢大家今天的人